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NDI的套件 這臺電腦當作發射端的影像 這邊的影像 凡是在 obs 上面顯示的影像 全部發射出去 由這臺電腦去接收 怎麼要發看一下哦 這樣子 我在攝影機這樣轉來轉去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左邊的電腦是接 這臺電腦是接收端的嗎 接收也會跟著改來改去 右邊的畫面出現什麼 左邊就出現什麼 右邊畫面出現什麼 左邊就出現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用NDI的套件呢 我們可以將可以做到很多的應用 今天介紹的應用是用在演唱會戶外直播的這個應用 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我們今天在戶外的這個定點的直播 比如說今天在做戶外的這個活動 比如說選舉場合啊 或是戶外的演唱會的這樣的直播 這個網路連線的問題 這個戶外的這個網路啊是蠻蠻大的問題的 為什麼 戶外這邊 你的你要首先你戶外的環境跟你的那個 室內環境是不一樣的 因為戶外的環境他的風險太高 有很多民眾 然後沒有固定的網路 那麼你要這樣子的不 面對這樣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做到一個穩定的直播 這我們今天目的 今天的本集的節目就要介紹戶外直播要注意的事項 好 那麼什麼叫戶外直播 比如說你今天在一個這是個選舉場合 這麼多人 好這叫戶外直播 那這樣子這是演唱會的現場有這麼多人 那這樣的直播 你要怎麼做到 好怎麼怎麼選擇好的網路呢 那當然有人想說 我們就畫一個示意圖嗎 這黃黃的就是一個 直播的現場 這是個直播的現場 那這直播現場有很多人哦 然後你這邊舞台前面你這前面這個 這個前面這邊有一個 有個這個這邊OBS 這意思就是說你前面是擺台直播設備啦 有可能是擺台攝影機啊擺台電腦這樣子的 那你這樣子要怎麼做直播呢好 那有一種方式就是說這第一種方式是不好的方式啊 就是你的活動現場有這麼多人 然後呢你又採取用4G方式 你現在幻想一下你現在的場景是選舉場合哦 你在電腦 你在電腦用你在電腦用 你在電腦用4G的方式去做 4G 4G方式去做會發生什麼事 你看一下 這麼多人哦 然後你今天場合是這樣子的地方 你能用4G做嗎 答案是否定的為什麼 這麼多人每個人的觀眾都有4G 你在這麼多人情況之下4G的頻寬都會被分掉了 所以這時候你做用4G去做會有問題啊 就是你的頻寬會非常低 那一定有人說哎 現在視頻上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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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View啊什麼什麼4G聚合路由器 就是同時可以接什麼 什麼台灣大哥大中華電信 遠傳 然後把若干的 4G網路把聚合在一起然後再送出去 在這裡的這種場合我覺得也不適合 那種場合比較適合 用在沒有那麼多人的地方 比如說是展覽會啊或者是 這個 一般的那個 那個IRL走動式的直播嗎 或那種走動式那個沒有特別多人的地方 那像你這麼多人的地方像你 這麼多人的地方 或 這麼多人的地方 你用4G 聚合路由器 你聚在一起也沒有用啊因為 中華電信只是要分到一點點平衡 那台灣大概只分到一點點平衡什麼只分到一點點你把一點點平衡 那效果也是不好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不好的方式 那有人說那我可不可以就直接用 我在遠端嗎加一個路由器 好用路由器 遠端加個路由器哦那我用 WIFI的模式去把它分享用這個路由器我用WIFI 這是用WIFI去分享 用WIFI去分享 這個我答案也是 否定的也是不太好 因為你的WIFI 因為你今天是空曠的地方 你也不知道說每個民眾他會不會自己的熱點都開起來 你每個熱點都開起來你去你的那個手你的電腦去掃那個WIFI的那個list一定有很多WIFI的熱點 你會被干擾 那你會干擾你 你不知道說你何時會不會被斷線 因為干擾就會有風險 所以我覺得用WIFI這個也是不好的 那我們要介紹比較可惜的是用這樣的方法 這是 這是民宅 為什麼會有光纖上網 這個光纖上網你有可能是 你可能這是這個是民宅 你想這是個民宅 這是民宅 民宅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 這是個聚合 這個是個場所嗎 你就跟那個 這邊有個民宅 你就去跟這邊的民宅去借 跟他借那個無限 他們民宅一定有無限上網一定一定有那個光纖上網就跟他借 啊用借的話方式就最後呈現就是長這樣子就跟他借 就長這樣子哦這是民宅就對好 那 你從民宅那邊路由器直接接一個有限的這邊是個有限的 這邊就是有限的RJ45 這樣子方法是對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的 你就透過有限方式來連接這樣是對的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要討論 這個方法太簡單了這沒什麼直接有限網路而已 我們就要介紹的是一個另外一種有限方式類似這樣子但是我們 還有更進階的方式他叫做 NDI的方式OBSNDI 什麼叫OBSNDI 簡單的說就是說 你今天 這個電腦的OBS換的話 畫面 那他 整個 迷落到你的 第二台電腦 就是 你電腦我們上面圖示的電腦OBS上面畫面整個 shift到整個迷落整個印象到你的電腦OBS2這邊去處理 那電腦OBS2我們就可以在民宅那邊做處理了 民宅就是這邊是民宅就對 這個在民宅那邊做處理 那民宅那邊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會透過一個有線網路的路由器 你看到紅色的線 這紅色的線這邊都是 這邊都是那個 這個都是RJ45有線網路 RJ45 OK RJ45有線網路 那我們都透過同個內網 然後就有有個技術叫OBSNDI的方式 將 電腦1的畫面丟到這個OBS 電腦2OBS的畫面 然後用OBS2去 對外 出去就對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有些人他希望是說 我前端這個OBS1是算前端 前端 是負責攝影就好 我用後端我有專業的團隊 去做更多的一些後製的處理 比如說 即時加入跑馬燈 即時加入什麼什麼的 用後端去做處理就對 那用這個OBSNDI1就很適合用在這方法 去做 做就是用這個就是有分前端跟後端的概念就對了好 那一樣的道理這個 你今天OBSNDI這個東西學會之後 我們你的前面的第一台電這個叫電腦1嘛 電腦1的OBS不見得用OBS 是去做 你其實你也可以去買市面上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NDI的這個 NDI的這個攝影機 你可以用NDI的攝影機然後呢也是透過有線網路就連到後端去 可是你要想想看 這有幾個問題就是 NDI的攝影機他的那個設備非常的貴 OBS NDI是免費讓你用的因為他要打市場嘛 免費讓你用沒有問題 但是一旦到了這個Standalone 設備的時候哇你在攝影機沒有10萬塊真的買不到就對了 所以 而且你在想想看哦你前端的攝影機也不是就一台哦 你有可能是攝影機1有可能攝影機2有可能攝影機3 那如果有攝影機123的話你是不是就要拉三條線123拉三條 那你的線拉的越多 你是不是暴露的風險就越高 所以我不太建議是這樣子的我還是建議是說 就直接用前端就是面對這個 OBS就對了 OBS然後再由OBS 這個東西去發包出去這樣子 這樣會讓你的成本就降低然後又 做處理的時候又會比較方便這樣子 那我們就介紹說 怎麼使用OBS NDI這個套件 我們現在開始介紹說如何連接 OBS 的NDI 好這台電腦當作是 OBS NDI的發射端 這台電腦當作OBS NDI的 接收端 這個是放在民宅的這個是放在演唱會的現場 那這 我們要讓這個OBS 這個進向到這邊的OBS 然後又在電腦的OBS去做 直播出去好 在做之前你要先設定了 一件事情就是要連接個路由器 這是一般的路由器 當然啦你要做 更完整更嚴謹的 直播的時候你路由器要買好一點的 就是 他的品質穩定度要好的好 然後這邊是連接 這邊是連接有線網路 這條這兩條是 印刷內的就是有線網路 然後呢 這兩條是有線網路這個是 對外的網路這台是想的是光牽 光牽裝滑電信的光牽 那這兩個是有線網路 這條有線網路 第一個有線網路連接這一台 電腦 要拉很長哦因為這要拉到演唱會的現場要拉個100米就對了 那第二條呢 這是接印刷內的 就接這一台 反正這兩台電腦都同一個網域就對了好 那只是說在電腦的要拉到演唱會或者是活動的現場 這條的 的那個有線網路要拉殼很長就對了你的線要品質要好 不然也是會有問題就對了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 NDI的設定 那請你先下載要下載兩樣東西 請打開瀏覽器 第一個先下載這個 這個OBS你去搜尋這個 去搜尋這個 O BS NDI 你去搜尋這個關鍵字 然後呢有個叫OBSNDI的套件 連進去之後呢 你就到這麼個連結 連結呢 然後就到這邊最下面有一個 release這邊 點進去這一個叫windows OBS 是installer 這個 按下去 去下載他 下載好第一個先下載 而且你執行完 好第一個先去執行 去執行 去執行 執行完之後你就先放著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去下載OBSNDI 第二件是你去下載這個 這個NDI的 4Tours 那怎麼打關鍵字 跟你講關鍵字就打這個 NDI 4Tours NDI4Tours 然後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名字 這個 好 那就大家最下面 那就下載windows的 這樣子 ok 下載完之後 再去執行他安裝 好這是第一台電腦要做這件事情 同樣的道理第二台電腦 也跟剛才那個電腦一樣 同時做 一樣的步驟 兩台電腦都裝這兩個軟體就對了 同時一起安裝 好安裝完之後請你兩台電腦要同心 重新開機要重新開機 重新開機之後再打開你的OBS 打開你的OBS 打開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為了實驗方便 我現在用一個 一個來 用實際做個實驗 我這一階是sony的攝影機 然後這台是我用這個febom169的HDI截取卡 當然啦 如果你今天做這NDI這些不會用的話 沒關係 你跟我這個febom169截取卡 然後呢跟我約時間 我會教你怎麼操作這個NDI的這個 畫面的這個操作過程 當然你會你會操作那當然就自己操作了 好 首先第一步去抓視訊裝置 去抓這個febom169打169 然後呢去抓 視訊裝置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畫面 然後你拉到1080p 好去拉1080p去抓1080p 然後呢去抓最高 然後呢去抓最高 然後這邊選YUV這樣子 好 第一個抓到了影像抓到了看一下 這個影像抓到好這影像是來自於sony攝影機 好 那再來呢我們去抓那個 聲音擷取音效輸入我要是抓那個16就是那個 攝影機的聲音 所以我還是抓169 audio 好去抓抓他名字叫什麼 這個u2sb h3.0 hdmih3.0 好抓到了之後你看右下這邊不要聲音都把槓掉 這個是這個169 audio是我自己抓的嗎確定有嗎好所以留下來其他的把槓掉 好啦 所以這樣最簡單的好那這樣的話你抓完之後你請你 我們該不會安裝兩個程式嗎一個是 obs ndi 請你去執行這個工具 這邊有個ndi output 然後去按這個manman output 按確認好 這什麼意思 表示說現在obs的畫面這個畫面 就會變成ndi的輸出就對了ndi輸出出去了好這樣子 ok他現在已經透過 透過obs ndi的軟 這個插件將這樣的畫面轉換成一個網路的訊號丟出去了好丟出去之後誰要接受 這台電腦要接收嗎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接收 這台電腦要接收 我們來接收一下 好接收的時候你看這邊 我們拉大一點給大家看 好你看這個右下角子你們先先執行這個 開始工作力要去執行去找個N開頭的 ndi4 tool有沒有看到這個壓下去 然後這邊下面一個叫做virtual input 好然後在下面這邊有一個有個黃色按鈕這邊 這麼個黃色按鈕有沒有看到 你就按選擇 這個哦這樣就出來這樣就搞定了 什麼意思 剛剛我們在這邊設定的時候是讓他輸出 這台電腦當輸出當發射 在當發射 發射輸出他名字叫什麼名字我自己設定嗎叫做obstx hp 對不對好他發射了那他要接收嗎這要接收 那剛才去執行這個 這個所謂的ndi4 tool那個軟體就是接收的意思 去讓他接收 這個 有沒有就這邊有個叫virtual input 讓他去接收 然後就去執行說 啊我要接收誰 接哦名字叫做接收叫做這個名字 如果我的發射名字改掉的話 這個名字也會跟著改就對了 有沒有看到 好 就是這樣子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有沒有跟剛剛那個名字一樣有嗎 對不對 obstx hp 如果把改掉的時候他也會跟著改變 ok 好那他已經接收了 所以我就把他的obs打開來 然後呢 我們就開啟一樣開啟 視訊裝置 好去抓誰 好我們就開始去抓 他有這麼多嘛對不對 有個叫做ndi ndi input 這個有沒有看到看一下 這個ndi input 抓下去 有沒有畫面就出來了 好那抓到之後這只有影像啊你還叫抓聲音 截取音效輸入 啊輸入聲要抓誰 ndi audio這個 ndi audio抓下去 好 這時候 確認抓下去 說這時候這兩個 這時候這個聲音 的聲音就來自於這邊的obs的聲音輸出 這樣子 這樣就達成這兩台電腦同步的目的 好 現在這目前這兩台是同步的 你看到 有沒有同步的 你看畫面是同步的 我看到 好 好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這臺電腦的 這臺電腦去做直播 好去面對因為你在電腦是藏在民宅嗎 你就從在民宅去做直播出去 他在就 在電腦的影像發射到這一臺 再來去做直播